之前提過脫槽的概念 記住它不是一個病名 不像脫膠 在膝蓋裡我們要明白 膝蓋雖然這個地方有痛 但它的痛可能只是一個結果 舉一個例子 例如波羅蓋 很多人波羅蓋不舒服 例如他覺得下樓梯會痛 下斜腦會痛 或是屈膝蓋不舒服 或是屈膝蓋不舒服 很多時候可能是因為波羅蓋 壓住下面的軟骨 或是波羅蓋移到外側 多數都是移到外側 這個移膝蓋除了這樣 側向一邊移 波羅蓋可以這樣撬起 或是波羅蓋轉了 都可以導致膝蓋前膝會痛 其中有一個比較常見 特別是走得比較多 經常踩單車 跑步 行山的朋友 膝頭疼痛 前膝痛 都跟我們大腿 旁邊這個 我們叫下肩竹有關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這裡緊 我們放鬆一下它 那就OK了 但很有趣 這個下肩竹 其實它跟我們旁邊這些大腿肌肉 是很多重疊 有很多疊 有時候這些位置 其實移歪了 或者它那個張力太大 都會把波羅蓋扯在一邊 甚至乎這條卡競速 是連上盆骨的 所以有部分朋友 它的盆骨歪了 或者它的腰骨不舒服 會令到膝頭痛 有些人經常覺得旁邊是扯著 扯著 所以如果你明白了這個關係之後 又明白了一件事 和不合位 肌肉移歪了有關的話 當你下次有膝頭骨痛的時候 可能都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和大腿和盆骨有關 所以這些脫蟲的現象 在很多軟造織都有機會發生